好 其實紐約時報還特別點出來說 從毛澤東以來 每一位的大陸領導人 都想要統一臺灣 不過習近平主席是頭一個指揮 足以實現統一目標軍隊的領導人 所以習主席他自己說和平統一 才會被認為是即便有能力去武統 但是習主席還是傾向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這其實也代表著 因為習主席有強大的領導的威信 否則怎麼化解內部的壓力呢 譬如來看到是美國史丹佛大學 中國軍事分析師 來看到是梅惠林 他特別點出來說 現在就連大陸內部的溫和派 都在呼籲拋棄和平統一 還說我認為軍事的選項 已經是選項了 另外來說 為何大陸有能力犯海 美國卻無力招架呢 報導還點出來說 一九九零年代呢 美國其實在波斯灣戰爭當中 展示這些你看 哈布朗丹的軍事肌肉之後呢 解放軍也看到了 開始漫長的改革過程 尤其來看到的是一九九九 一九九六年的臺海危機當中 美軍就調動了兩個航母的戰鬥群 進入了臺灣海峽 那個時候的北京就明白了 解放軍跟美軍是有實力落差的 來看到的是前美國地氣艦隊的司令 叫湯瑪斯中將呢 他回憶啊 二零一五年 他跟一名中國大陸上將會面的一個場景 那一位中國大陸的上將告訴他說 一九九六年的這個對峙呢 在二十年後還是令人心痛 湯瑪斯中將表示啊 解放軍不會再度呢 因為臺海危機 而讓自己陷入尷尬了 至於呢 美國跟盟友 對臺灣的援助能夠有多聲呢 他說這一點 還沒有受到檢驗 那湯瑪斯呢 還說你願意怎麼樣呢 多協助臺灣嗎 到底願不願意美國協助臺灣 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說啊 不確定美國是否還願意呢 看到美國年輕人 為了保衛臺灣 而捐軀啊 美國高官嘴巴說 不要懷疑臺灣的決心 說堅若磐石啦 但是呢 自己的軍事將領都說了 不確定美國是否還願意 保衛臺灣而捐軀 那但是呢 你一直叫臺灣去對撞大陸 結果你自己又守不住 那是不是有點是拿臺灣去對撞呢 又不關你的事 代理人戰爭嗎 相反的來看到呢 紐約時報有點出來說 北京投入大量的資金 要發展軍力 根據的是瑞典的斯德哥爾摩 和平研究所有統計 十年間呢 中國大陸軍事支出 成長了百分之七十六 二零二零年達到了兩千五百二十億的美元 美國同年的軍事支出 更高是七千七百八十億的美元 從二零一八年以來呢 美軍不斷在兵推當中 是輸給了解放軍的 雖然呢 這有一部分是故意的 是要測試軍官還有籌劃者 那直到最近 美國一向認為 是可以阻止中國大陸統一 臺灣的決心 但是美國長期擁有的軍事優勢啊 可能已經是不夠的 那美國國防部啊 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其實有進行兵器推演嘛 在模擬的二零三零年的 臺海戰爭當中呢 美國所謂的藍軍啊 他必須要靠什麼 要靠的是還沒有生產的未來戰機 比如說第六代戰機等等的啊 還有其他軍備才有可能 應付中國大陸的新武器 因此在當時的兵推 假設當中 中國大陸會先攻擊的是 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基地跟戰艦 接著呢 對臺灣發動空襲 跟兩棲登陸的攻擊 美國國防部官員總結呢 臺灣在美國的支持之下 臺灣的防禦能力 將會堅持多少 兩到三天 兩到三天之後就瓦解了 《紐約時報》呢 其實也提到說 臺灣的軍力準備 可能是不足的 譬如說呢 征兵制改為募兵制啦 軍中又有屢次出現意外啦 國防部啊 內部評估也認為說 解放軍已經擁有能力干擾 臺灣的通訊 到時候可能會阻礙美軍 增援的一個部隊抵達 另外呢 美軍印太司令部的情報部門 首長史都德曼呢 他七月的時候也有說 對於美國來說呢 臺海武裝衝突 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啊